紧接着真是大头条 带你来关心的是 大家都知道 大巨蛋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解决 而这颗蛋呢 从巨蛋变成烂蛋 现在变成神仙仙仙 远雄找到了解套方案了吗 工人赶工持续进行维护工程 赵腾雄把大巨蛋交给儿子赵文家之后 现在传出有新动作 为了解套 外传有台湾受险业者 要联手知名日商 出价350亿元 想取得60%股权 要接手大巨蛋的经营权 还主张把百货商场变成商办大楼 如果说一旦经过始造拿大楼之后 那当然投资方他认为 他想要全权的经营 那当然也要尊重投资方的意愿 那公司会做评估 如果远雄持有40%股份 新买家持有6成 未来加上取得始造 股权就能全权卖出 远雄就可以退场 让延宕多时的大巨蛋 出现一线转机 现在市场上也传出买家 可能是曾经释出有意接手的 中信大股东股重量 旗下有台湾人寿 而弟弟孤仲银也有中售股份 会不会是这两家受险公司 远雄不回应 不过已经有人想接手大巨蛋 师傅态度很重要 我们不会刁难也不会放水 我态度是这样 审查的时候我们台北社叫 虎内委员我们回避 我们留了下是虎外委员 但是我们现场直播 这就公开公平的一个审查 远雄想要的就是希望 可以赶紧退场拿回自己的钱 但股权转移之后 使用执照会不会合发 也成了能否全身而退的关键 双方角力战外界都在看 远雄真的有机会安全下庄吗 谁会是幕后的金主 由于你所了解是 有可能是谁 我自己推估的 有可能是跟柯文哲 感情很要好的富邦 因为媒体说是某受险公司 对 那目前台湾有能力 拿出350亿跟远雄 买下股权的 应该也只有富邦或是国泰 那富邦 蔡明忠 在松烟文创的案子 跟远雄 跟柯文哲非常好 所以他们变好朋友 柯文哲来说他是个好朋友 所以你又有可能是 那日商会是谁 日商我们目前看到的 这些相关资料 其实如果大家如果有注意到 前一阵子的一个新闻 对 是有一个日商 就是我们现在日本很有名的 这个西铁公司 他们在全世界有很多的 这些连锁饭店 对 那我们 他们最近已经投资了西门丁 那我觉得他可能看上了 大巨蛋旁边这个商场 跟旅馆这两栋 办公大楼跟旅馆这两栋 那现在已经 媒体现在揭露出来就是 他们要把办公大楼 移到商场嘛 商场以后不要做商场 要上办公大楼 那我合理的推估是 他们直接要把办公 跟旅馆这两栋 直接做成一个大的饭店 对 所以应该 要接手的日商集团 应该跟饭店业有非常强烈的观点 好 所以媒体就有谈到 是某受险公司跟日商合作 但到底是谁呢 其实现在没有得到 进一步的证实 但可以吗 不可以 庆元 可以吗 可以找一个金主 然后让远雄换约 安全下庄吗 因为按照我们现在所看的 一个合约的内容 因为大巨蛋他死照还没有拿到 是 那死照拿到以后 当然这些所有没有经过 市政府许可的话 这什么都不可以 可是他利用一个什么 死照还没有拿到钱的话 所以这是一个合约的破口 当时就留下这个破口 就死照没有拿到钱的话 你只要不超过50%的 股权的转移的话 就可以 那当然50%涉及到金银权 就超过50%的话 金银权可能就被拿掉了 那没有超过50% 当然金银权不至于被拿走 可是他又留了一个缺口 就如果说你办理增资的话 你又可以超过 你可以达到60% 那如果办理增资 就可以达到60%的话 那就是破口了 对不对 你达到60%的话 基本上来讲 一定是金银权就被拿走了 所以就是说 这个事情我觉得说 不管是 这个我们讲说 所谓的死照钱 能不能 股权能不能转移 虽然契约讲OK 你可以 但是我认为 我认为 BOT是政府推出的案子 市政府最起码 远雄应该要被查 要提给市政府被查 所以我相信市府要 最起码要被查 跟他之间有某种默契 才有可能换约成功 如果说 我觉得说这个东西 在远雄来讲 应该是他们的内部的极高机密 最高机密 到底要跟合作 谁跟谁怎么样 应该极高的机密 可是我认为 虽然是对外是高度的机密 但是市政府说 完全不知情 我认为也不可能 市政府真的有可能 完全不知情吗 那蔡壁如 为什么和赵腾雄见面 你见赵腾雄到底几次 时间地点 应该有两三次 两次还三次 因为只有两三次 很容易记 第一次就是陪市长 见了 第二次呢 第二次是 就是去传达讯息 去年的八月底 好 第三次呢 第三次是 凤副市长跟陈副市长 因为当时是 见面 见面 对 讲什么 你传达市长什么指示啊 我几乎没有讲话 都是赵腾雄先生在 几乎没有讲话 那你去传达什么 当时是要 就是要跟他解约的事情 说要跟他解约 对 还有市长 你请他去跟赵腾雄见面 有没有录音档 应该没有 对啊 那这个照 照你们的讲法 照柯市长 讲法 照廉政委员会讲法 怪怪的吧 这一位在选前 被柯文哲称为 一个赵腾雄 抵过十个夜市文的拍狼 在选后 他当了市长之后 竟然私下会面 而且没有任何记录 没有任何录音档 你现在是变好朋友啊 因为洪建议自己曾经 洪建议曾经爆料过说 有十四项检查夹带 七十九项偷偷做 柯文哲明知道还放水 这个部分我刚刚问林周明局长 也问了法务局长 首先关于是不是有夹带公安的部分 林周明说十四项 全部都是依据 之前法官判决的 就是说依据公安的标准 来做的这是第一个 所以他们是可以做吗 就是说如果是涉及到公安 因为现在市府就是说 如果涉及到公安的话 市府同意他做 那如果说市府不同意的话 今天发生问题 是不是责任推给市府 这是第一个 所以他们认为说 只要在公安的标准之下 他们能够同意的 他们会去同意 所以宏建议说的夹带偷做 夹带偷做 不是夹带偷做是市府知道让他做的 市府说每天都有监工日志 也都有公布上网 如果认为有夹带的部分 都可以让他们去提告 或是有堵直的问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好有工作日志吗 我们先来问一下 有工作日志吗 为什么一些议员说 根本工作日志上 什么都没写 坦白说 到底有没有工作日志 我们是目前看的状况 就有点各说各话 好像也没过这种日志 事实上 我根本觉得 远雄本来就应该要有工作日志 这是一定要有的 如果没有工作日志的话 有可能就是说 我工作日志可能是秘密 藏起来的 藏起来的 他没有揭入 好像内战跟外上的状况一样 如果你是政大光明做的 你就好好地写清楚 我做了哪些工程 这些工程 因为是公安有关 而且是合法的 你想到不敢试 到底有试不试 我们之前有请议员调过这个东西 就是你的施工进度 跟你的工作日志 你做了这段时间 做了哪些事情 体育局回复的是 因为现在在热令停工当中 所以没有任何的工作 施工日志 也就是远雄 没有针对他的工程进度 对于市政府有任何的回报 所以这个部分 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去说明 就是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 在这段时间里面 不仅没有工作日志 而且他所有做的这些东西 都不记录工程 所以我是觉得 就议员监督的 那林秋名就有 到底有还没有 公开一下 如果说有这些偷作 我们当然都不能认同 但是必须要提出来 就是说 哪些部分偷作 大家认为说 这个是跟公安无关 而市府让他做 放水的部分 如果提出来公务员就涉及赌值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也问了法务局长说 今天可不可以私相受受 远雄把股份移转给别人 可以吗 远雄会说 依据契约必须要经过市府的同意 就是在取得使兆钱 也不能私相受受去移转 所以市府要同意 所以市府现在完全不知情 而且也没有得到 不知情 他们是还不知情说远雄 还没有提出申请 也不知道远雄 会不会未来跟谁合作 他们说他们完全无所惜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就算远雄要有找人来买 也是要经过市府的同意 但是对远雄而言 最有利是取得使兆之后 他根本不需要管市府 他也不需要去管说 那个投资的金额是50%或是60% 他都可以去随意移转 那为什么远雄这时候要传出说 他要去找买家来接手 就代表说大巨蛋 现在对远雄而言 是一个烂摊子嘛 他不想继续玩下去 那赵腾雄一方面官司缠身 一方面身体健康也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蛋对远雄来讲 确实最大的问题 就是在都省公安的部分 目前还没有办法过关 我想市民也不希望 在一个台北市的金华路段 有一颗烂尾蛋在那里 也希望能够被解决 但市民不想看到的是 一个当初让我们这颗蛋 变成烂蛋的远雄 不只可以安全下庄 而且还可以获利 甚至我们也不想看到 市府对远雄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你现在外人做 没关系 只要说符合市民的期待 但是远雄都没接见吗 因为游易我看到 你有计算过 远雄如果让他安全下庄 还可以赚钱 对没有错 因为像现在我们 我现在这个表格 是远雄自己投资计划出的表格 他目前整个大巨蛋的 总新建经费 是260亿 如果加利息什么的 大概到270几 可是他总投资金额就是270几 现在他用350亿 卖掉60%的股权 那那是太多了 讲白了就是直接现在有人 有人跟柯文哲那边可能桥好了 然后要来接这个蛋 然后先付100亿的风口费 让你先收个100亿起来 你先放的 你别再说话了 我就找别人来跟你接 我不觉得这件事情 是单独远雄处理的 我觉得柯市府绝对有涉入在里面 讲白了就是直接现在有人 有人跟柯文哲那边可能桥好了 然后要来接这个蛋 然后先付100亿的风口费 让你先收个100亿起来 你先放的 你别再说话了 我就找别人来跟你接 我不觉得这件事情 是单独远雄处理的 我觉得柯市府绝对有涉入在里面 相信你有证据吗 我没有证据 可是你从我们这一路看过来 看大巨蛋看那么久 我不相信柯文哲市政府 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 那不可能的 他们一星期面会多少次 大巨蛋走到现在这样子 不是他们放的水吗 然后再来是 你今天让远雄 留下40%的股份 大巨蛋的这件事情 从台北市政府的连政委员会的调查报告 里面写得很清楚 调查报告最后一页的附件 也就是他的获利表 对 远雄的这个大巨蛋的获利表 最后一格就是现在的 他50年营运可以营收2470亿 他没做吗 他不用做 他现在2470亿 给他50亿 可以赚这钱 他先叫别人来收嘛 最后的利润 可以到900亿 所以他现在如果卖350亿 等于是把他往后的利润 一次获利了结 没有 他是先收一个100亿先入贷 还有新建成本 我全部都先收回来 这样就先获利了结 然后再来 是未来50年可以赚到的钱 那我先不要赚 因为大家都不想让我远雄赚 我先躲到后面来 我留40%的股份 未来获利的时候 他50年可以赚 就是净赚可以到900多亿 我分40%是多少钱 所以先赚100亿落贷 我四五百元 他根本就不用做 他就可以赚钱了 他重点就是 我们也不主张说 商人或生意人财团 帮政府做BOT都没贪 我们也不主张这样 可是你要赚合法的钱 你如果没贪 谁要做 但是我们是希望 至少要在安全公开 合法的情况之下赚 对 现在我今天其实 不好意思我再补充 我今天其实也问了 郑文彤律师的意见 郑文彤律师认为 这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在一个 做一个喜田的动作 他把一个不法的工程 透过其他第三方来接手的过程 把这些钱洗掉 然后让他变成可以继续赚 我这样讲 我相信我们献哥非常清楚 就远雄的盘算来讲 如果我真的把股权移转60% 拿进了350亿 我几乎可以讲 事实上远雄盖好以后 搞不好350亿还有赚 我觉得他的建造成本 其实都回本了 他还赚很多 我回本了 而且还有赚 那我另外40%的部分的话 跟着你新的投资团队赚40年 或赚50年 我告诉你 那不是公司不当探机 那不是公司不当探机 但是 第一个买空卖空 就是说我今天 没有错我今天 我今天350亿 如果能够 不管用这种各种形式 落袋以后 那我所有的建造成本 都回来了 原本代帝都回来了 其实如果有看过 应该有利润 但是应该在符合市民 扶植的情况之下 来赚这个钱 这财团的精算 就是这样精算 所以公安问题解决了吗 对不对 你如果公安问题解决 你如果市民的扶植有顾虑到 你贪钱 我们没话说啊 牺牲了国人的公安 来换取这个商业利益 是很不道德 据说柯文哲曾经想过 你问过怎么解决 三大公安问题 其实柯市长曾经到工会 找过我我也跟他提了 这一年多过去 我看市长好像 你跟他怎么提 他有去改善吗 或者他有去要求吗 国家花了几百亿 最好是全部拆掉 那不行的话 起码蛋保留 所有的商业道理应该拆掉 尤其大鸡蛋的地下那么深 应该把它填掉 填得剩地下一楼二楼 不要挖到地下五楼 围棘板南线的安全 那么你有六万人可以活动的 你怎么可以 因为你要赚起这么庞大的商业利益 把它扩增到十四万人 那我请问 火灾来的紧急逃生避难 地震来的避难 逃得掉吗 要死一堆人在里面吗 那你跟柯文哲说的时候 他怎么说 你说以前 柯市长听我在讲 那也没有听进去我不知道 那我想很多人给他很多意见 但是我们今天要冷静来看待这个问题 全世界喔 欧美新型国家 包括新加坡 日本 所有的新型国家 在他的首都大都市 都有蛋 都有一个很大的蛋 要办国际性的比赛 哪有一个国家的首都大都市 在他的大巨蛋 在市中心 然后又盖了这么多的 可以容纳14万人的这样一个 前世代没有 我补充一下就是说 于理事长说公安是绝对不能折扣 这也是当初柯文哲 停建远雄大巨蛋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所以现在有没有偷偷逛逛 所以我在总质询多次询问柯文哲说 到底远雄大巨蛋能够容纳多少人 督省你要让他多少人 因为远雄当初是用59833环平过关 那这次重新来督省 远雄到现在还没有提出 他的龙流人数是多少 所以市政府一直要求说 你除非跟你当初一样59833 如果你超过你例如说 刚刚于理事长14万人 这个就要重新还柄 所以远雄到现在没有提出 那我上周也刚好问林周明说 那你们现在到底要怎么处理 他说当初督省59833 那个4万人是大巨蛋 19833是旅馆加商场 不管今天大巨蛋有没有开幕 就是4万人 你其他加起来只能19833 如果超过全部就要重新来 所以为什么远雄到现在还卡在督省这一关 但是如果柯文哲在这一关放水 那就是在公安放水 好 宏敬一的说法是又夹带偷做 对啊 79项里面的话 有好几项 至少我个人认为 至少接近10项 涉及公安 它的改变涉及公安 那这79项 至少10项涉及公安 到底有没有让他们偷做 你怎么审查让他们通过 因为赵高嘉宇的说法是没有让他们偷做 现在必须要看的事情是 大巨蛋的督省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进度 它没有按照市政府的要求去做任何的改善 所以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公安的问题 那没有改善有没有让它施工 我们在外面当然都看得到 它已经越盖越满了 这是我们今天也拍了照片 好 我们来看现在的大巨蛋 到底在市民朋友没有注意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已经偷偷失作了 公安没有解决 它已经盖成这样了 请问大家 这是今天的照片吗 这是今天我们经过那边的照片 我都没注意到它已经变成这样了 已经盖成这样子 这是今天的啊 那这个谁能盖成这样的 这一个是柯文哲 热令停工的时候的照片 好 我们来比较一下 大家来比照一下 好 这是当时 2015年热令停工的 很大声 说这是五大弊案之一 准备没得给他做 那个时候是生这种 现在是这种 从这里到这里 有没有放水 公共安全都没改善啊 现在你督审就没有通过 你建造没有变分 那为什么可以失作呢 所以这是柯文哲应该讲清楚的啊 我觉得现在检视柯文哲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督审嘛 农流人数到底有没有放水 要不要重新盘 那没有放水 第二个就是说 很多人在提说 戴上是不是越盖越多越盖越多 可是市府的说法 这是市府的说法 它是说依据公安 因为当初法院有裁决下来 如果依据公安 远雄提出申请 市府必须接受让他来做 那是不是符合公安 也就是说他今天所提出的申请的 这些施作项目 有没有符合公安 我觉得应该摊开让大家解释 那你有没有到现场去看过 大家可以去检视 我有去现场看过 那你去看过 你觉得他有没有 那部是一团背诗啊 但是你从外观看 可能会觉得说 什么旅边商场是该的 他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事情都不讲清楚 他到目前为止 所有该处理的问题都没处理 刚刚庆仁议员已经讲了 他就是一个弊案 李素德都被起诉了 台建中心的许明文都被起诉了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 回归到原始的角度 先去思考这件问题 大巨蛋就是一个弊案啊 柯文哲 我也认为大巨蛋是一个弊案 这个弊案就是在马英九任内 签约零权利紧 可是现在柯文哲要让这一个 柯文哲现在要让这一个 贪腐的地标盖完 都是他在盖的 我不觉得现在 马英九的责任 好龙斌的责任 我们透过司法去解决 可是现在的市长是柯文哲 我不觉得我们还要再继续 帮柯文哲讲话 大巨蛋他做的事情就是解冤 李庆元议员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 为什么远雄那么强势 因为BOT契约很烂 对台北市政府非常不公平 监察院纠正了39项缺失 要不要改回来 要经过远雄的同意 远雄现在违约啊 不按图事工 工程严重延宕 他的工期到去年10月25号就到期了 已经要过期一年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用远雄违约的方式 跟他解冤 我们来补充一下就是说 大巨蛋是 我们不应该再继续让远雄做下去了 还是不作为 大巨蛋施工进度严重落后 当初我也提出要解约 可是现在最新的仲裁 这个是我们应该留给台北市民的 远雄可以延宕到去年12月 这个才是我们应该留给台北市民的 那如果两次仲裁的结果确定远雄是严重落后 那当然应该要解约 可是他目前仲裁还没有完成 尘埃落定 那什么时候会有仲裁的结果 那目前远雄的态度就是说 摆烂嘛 反正都省我就在那边拖 他反而认为说 柯文哲市政府也在摆烂 谁在摆烂 我讲一个很妙的事情 他们两个一起摆烂 我讲一个很妙的事情 你知道远雄现在在搞就是所谓的 刚刚讲的宫旗延宕嘛 到底要不要解约嘛 他在托嘛 他怎么托法呢 他竟然在申请仲裁 那个仲裁也必须要仲裁啦 他仲裁理由是什么你知道吗 说这个护述联盟 在 我们在围墙外的宿 我们在工地外 我讲那个仲裁的内容啦 他说他申请仲裁理由是说 因为护述联盟 不能到那边去移宿啦 那移宿就影响了他的宫旗啦 他目前理由就是这样 他们在里面去大巨蛋到我们外面的富士 有什么关系 我们在路边耶 但是这种财贤就给他们恭喜啊 那你不在BOT档围里 什么样的蛋呢 好 紧接着财经风向前 要带你来关心的是 金门高粮酒 改出名 上面有名字会有出名 现在出名到什么地方去呢 出名到大陆去了 所以很多民众到道路旅游 竟然发现哇 道路也买得到金门高粮 而且小哥大碗 一瓶只要200块新台币 结果发现竟然是假的 树瓶高粮酒 摆在会场桌上 供与会者选购 还打着买二送一 促销每瓶人民币50块 只要台湾高粮价格的一半 但现在却被爆出 有议员到对岸拍下了这些照片 写着离家百里来到福建南平市 却在第二届绿优推介会上 看到假的金门高粮酒充斥 心彻底凉了 无论是包装还是酒瓶 都做得极可乱真 金门高粮因为清烈纯 有台湾白酒龙头的地位 在国内外都有不少死中酒迷 现在却被对岸不孝业者 制造出山寨仿冒酒 想要以假乱真 金门酒厂表示将会介入了解 才能让消费者喝得安心 老九龄 这福建竟然大辣辣在展览会场 卖假的金门高粮啊 他们假酒是很普遍 在大陆假酒就很普遍 他们叫清泉 清泉就是说外表一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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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你没注意看 里面有几里没空 这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类似 他们可以做到这样 不称为假酒 我们早期有介入一些假酒的问题 他们给我们的回答也是很莫名其妙 这个金酒说这个叫清泉 不能说是假酒 那真假怎么分辨 太困难了 但是现在你们去大陆买金门高粮 尤其是铝盖的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我们台湾红泉 这个是铝盖的 对 台湾红泉做的 那这个是目前还访不出来 技术很棒的 第一个 这个是雷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注意 有雷射标签才是真的 而且它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它的不同的角度看 有不同的字体 是吗 对 而且它这个是一体成型的 跟贴贴纸是不一样的 我们请摄影大哥照一下 不同的角度确实 它有不同的字体 还有图案 还有第二个 图案不同 对 第二个 它是一体成型的 它是直接是印上去的 不是像外面仿的是用贴的 所以它这一体都扣不下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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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就看得到 好 那再来 还有什么地方 它们想说紫外线罩旁边这里 会有隐形的KKL 可是假的也有 照哪边 照照边缘 它会跑出那个 那个紫色的叫KKL 可是现在这边有吗 这没有紫外线 因为今天 要紫外线罩才有 要紫外线 对 紫外线罩 但是假的已经可以做到 假的已经有了 那再来 再来还有一个 金门糕粮这个正常的盖子 是比较硬的 如果说你是轻轻的压 一压就下去 那个都是大陆 那边的夹酒 那我可以压看吗 可以啊 看一看 用指甲这样压 用指甲这样压 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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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它会比较硬 但是这个是最难访 这个红泉 如果是假的 可能一压就猫了 这是目前全世界独步的技术 是我们那个红泉 就专门在做盖子的 目前去大陆 只要你买铝盖 铝盖的高粱 一定看这个 目前他们来防不出来 他们会有用贴纸 可是那个太粗糙了 一看就知道 这个你再注意看一下 我们去我们的超商 我们去我们超商 现在都改成这个 这个是三年前的技术 三年前正式用于金门高粱 好 所以如果怕买到 假的高粱 你去大陆 去大陆要注意 这个就没办法了 但是他买得很便宜 他说买一个送衣 一瓶才二十块人民币 其实假酒的 五十块人民币 对 假酒的成本 比如说像这样一瓶的成本 应该在台币 一百五就做得起来了 以内 他们就是 像这个就很难看了 这个就是他 这个真的假的 这是仿的目前最多的 最热门的 仿的最热门的 叫八二三纪念酒 现在改成金门纪念酒 那现在我手上这瓶是真的假的 真的 保证真的 这瓶是真的 对 但是你说这瓶是仿的最多的 对 他们叫清泉 就是这间把你弄一个 什么八六八 或什么其他的字体 所以如果在金门高粱酒的 这个字样里头 看到有数字 对 有一些不是 就要小心了 不是他的公司的 就是说他写什么 什么八六级 然后八二三级 什么集团 金门集团 什么技术合作那都是骗人的 这样你了解吗 金门高粱酒就是只有金门高粱酒 对 那什么技术合作 对 就没有办法 因为牵扯到的是退休干部的问题 什么叫退休干部 我今天金酒退休了 然后我去大陆就有另外两路 当师傅 所以大陆的 当师傅 假的金门高粱酒 其实是金门酒厂里面的人 很大的部分 是金门酒厂里面的老干部出去做的 对 而且他们都有名单 但是他不抓 你要怎么抓 金门高粱酒明明知道 他们在外面访他 也不抓 是因为是自己人 我们讲不是自己人 抓来抓搞不好是你堂兄 搞不好你表弟 包括你叔叔 你要怎么办 你办也不是 不办也是 那干嘛 你办了以后选票 你知道他会输多少吗 我姓陈 我陈家的 假设我陈家 他就那个什么副总退休 然后去大陆 你抓到他 那陈家的票 那我很好奇 他的瓶子上当然会有一些特征 那他里面的酒是 酒当然是一些老师傅会去做 可是他复制copy的这些 没有办法达到一模一样 那是不可能 老师傅出去勾兑的 有良心的是自己做 没良心就是酒精香精勾兑 这样了解吗 了解 但是有的人做得很不错 也有 我喝过有大陆那边 做金门高粱的口感还不错 但是当然没有说好到非常好 但是还不错的 我喝过 你感觉啦 早期都要研究啊 不是一整罐 是喝一口看看 早期我在研究酒 还买甲醇来喝看看 但是不是说一杯这样喝下去 是试试它的味道 你现在还能够站在这里 没有啦 只是四位倒不是一杯 就是干杯 老板你现场带了好多来 我们来看一下你现场带的酒好不好 好 来 现场带这是什么 这些都是像大陆最喜欢做的就是纪念的 大陆最喜欢做纪念的 对 什么泡弹啦 这些都是老酒啦 这些都是酒啊 都老的 这么特别啊 对 我们来看一下 哇 这个 这个 对 钢盔 钢盔 他讲到说收藏 薰鞋的 对 这个以前很贵耶 这里面有这麽高粱酒啊 跟你讲它叫大驱酒 大驱酒 再跟你讲一件事情 这些酒以前很贵 现在都不值钱的原因是什么 不值钱吗 不值钱 那它都会蒸发 好啦 我们来看 从哪里倒酒的 这个这里 对 这个这里啊 因为它的设计有问题 给观众朋友看 它是从这边帮酒倒出来的 大驱酒的酒精度是非常高的 它驱酒酒精度很高的时候 它很容易蒸发 加上它的设计会让软木塞举起 它这个不会 所以说这种酒十罐有九罐 是几乎都蒸发光了 好 剩下那一罐就是剩下 蒸发如果蒸发两三层叫阿弥陀佛 好啦 我们来看 但是它蛮醋味的 上面写什么呢 来 中华民国金门顶天立地 写顶天立地 还有男女的那种自卫队的 以前就是 金门大驱酒 来 我们来看它这一瓶写什么呢 很趣味的 现在看到这个都很趣味 中贞 中贞 这是宪兵酒 宪兵酒 好 这是宪兵酒 但是它很容易蒸发 好 还有这个泡蛋的 它也是大驱 这个是民国六十几年 七十几年 八十年的 这也没隔壁吗 这有隔壁 因为这较不蒸发 来 我们来看这上面写 金门八二三炮战 胜利三十周年纪念 这是八二三炮战的纪念酒 对 所以现在大陆那边 什么造型都有 现在一直在复古 包括这个 这个是新型的钢灰酒 前一阵子也是很流行 这个是旧的 这个就不会蒸发了 这就不会蒸发了 上面还有蛋孔 这高水你看还有蛋孔 做出来的蛋孔 金门 我跟你讲 它上面写金门最前线 是喝醉的醉 对 金门要是最前线 我们就惨了 现在不打了啦 现在不会打了啦 好 这个是新型的 那像这样这罐多少 那时候我出来一千几块 炒到三千几块 不然就会发起了 现在发发起差不多多少 发发起应该是差不多两千块左右 那也不错啊 一千几块出来到现在也有两千几块 但是就是说 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说 金门酒它现在面临一个 最大的问题是说 它为了业绩 它就不断地做 不断地做 就量太多 对 它做得太多太多了 好 来 我还是很好奇 那像这个炮弹酒 现在价得多少 最好像这罐差不多五千 哇 最好这罐啦 这罐五千喔 对不对 这大炮台 冬抽老酒里面 跟它这个炮台有关吗 有啊 这个是小的 小炮台跟大炮台不一样 600跟750 容量不同啊 对… 好 来 那小炮台是 这个从民国六十几年 这个那边买都四五千 以前都四五千块 以前买的时候就四五千 对 可是钢柜最贵 以前钢柜是最贵的 以前钢柜买的时候多少钱 那时候一瓶金门高粱 大概这个是民国六十几年嘛 大概六十七年 六十六年的时候 一瓶金门高粱 好像那时候是六十几块 它就快两百了 一百八 满贵的 那现在呢 现在有航无事变成是说 了不起卖个两三千 可是问题是 但是大家都是买它的造型来看 因为里面的酒没有了 大部分都没有了 是醋瑜 醋瑜的 对 这个有坎克车的 对 这就是这最贵 这最贵的一只八千一万 一只八千一万 那我们来看它写什么 任重道远 这里头装什么酒 也是大去酒吗 这一只就是有没有 那什么金门之虎 没有 这一只就是金门之虎 这收藏很难收藏 你看我刚刚拿着就回去了 回去差不多差两千块 差一两千块 回去就差两千块 对啊 酒是从这里打开了吗 对对对 从这里打开了 这盒还没挣发 这盒还没挣发 所以这盒很晚 所以这盒可以两两千啊 对 头头不注意拿起来 撥一下 那如果没回去是 大概最高的时候到八千一万 最高就到八千一万 酒要满 就是完美 好 我们来看你还带了什么 这个是刚刚看过的吗 对 那这个是 第一瓶的那个 特级高粱的瓷器 来 我们让导播照一下 刚才这盒都有高骨的 你看 连这个纸都已经有发霉的痕迹了 你看 它旁边写的跟现在都不一样 这盒子是当什么 七十几年的 七十三年 对 检验 第一瓶 检验合格 第一瓶的弹妆酒 好 这个上面是七十三年三月 这个印章上面都有 来 我们来打开 我们今天也来开箱一下 这个以前都拿来做一些纪念酒 就是正酒 像这种 这种造型的很多都是正酒 我拿好了 那它这么厚 那股壮就是这样 叫做福寿 福寿 又名棺材酒 前福后寿 然后又棺材的颜色 这拍一天我才没买的 来 这个是寿 后面是 福 那里面装的是 高粱酒 特级高粱 特级高粱酒 所以那时候它就改白瓷 白瓷是因为 是因为这个颜色的原味就是棺材 对 它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它不好烧 这个颜色不好烧 比白的难烧 第二个前福后寿 又这个颜色 人家要叫它棺材酒 这他就改了 在七十五年改的 好 这是第一款 你说是第一款 对 然后这边跟现在写的不一样 檀庄福酒 檀庄福酒 现在讲特级高粱 以前写檀庄福酒 因为这七十三年 这罐酒是很老的 对 那当初买多少钱 當初其實都是不貴啦 大概都一百多塊啦 現在咧 現在大概一百八兩百 那最貴的時候可以拍賣 可以賣到大概一萬五兩萬 一萬五兩萬 要完美的 當時要拍賣啦 像你這樣算不算完美的 完美完美 沒有蒸發 酒都沒有蒸發 對 這可以到一萬多塊喔 對 那是因為最近就是 除了大陸那邊整個景氣 金門高粱在大陸 其實現在是賣得很差啦 高粱賣得很差嗎 沒辦法 你清泉的酒太多了 假的啦 他們說不能講假的 要講清泉 因為金門高粱 這個金酒公司告消費者 不是正牌就是假的嘛 他們不這樣跟你解釋 比如說我今天拿這一瓶酒 我是那個88年 我拿80年的商標 70幾年的商標貼上去 他們說你真的不能叫假酒 它是換商標 因為它裡面還是真的酒 對 他們是這樣跟我解釋的 好 所以高粱酒過去炒作得很高 對 很高 但現在已經有點小轟了 就下來了 然後 但是要小心 到大陸去很有可能買到 對 因為 清泉的高粱酒 太多了 太多了 謝謝你